好,各位,我們現在就進來台北101裡面去看一下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熱鬧的 現在拿獨輪車如同生臟人物 所以用個獨輪車走那個坡道 他有一個,不曉得那麼拍,我去看一下好了 很多人進來了 手部消毒 裡面當然都是最高端的,因為這邊是最 那個時尚的 時尚景點 ZARA 哇 下面的話 所以這個主題變成 現在主題變成那個公共保護公司嗎?等一下 我們大概看一下 X1 算是 BMW X 系列最小的喔 但是這樣看起來蠻大的 彰琴表 這邊應該是一系列的喔 對,一系列的 斯華洛士奇的門市 斯華洛士奇的門市 然後,蒂朵喔 蒂朵喔 蒂朵喔 還有 小內容 Omega 而且我媽給我的第一支手錶就是 好像是Omega的 的電子錶 下面的話我們看一下 哇,也是從 連著那個電補梯喔 加一個很大的 LED電子錶 那個看板 那我們再往上看 他應該 現在規劃成了好幾層 上面都是 好,Let's go 好幾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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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應該一樣是 入口處吧 所以人比較多 好幾層 然後下面有一個 那個,兌換中心 好幾層 我馬上走 他又寫說那個 你要去觀景台要先 到四樓的都會廣場 然後再做手不踢 再到五樓的觀景台入口 OK 接著 這場地如果 coordin台鋼琴喔 我也很有感覺 卡蒂爾 下面一層 上面還有一層 我們看一下它屋頂 有些造型 這邊算是主建築物旁邊 所以它可以漏空 T.A.G 手錶 Kenzel Kenzel跟BOSS不是都香水比較有名嗎 Coach 在這邊 如果是這裡的話 Ken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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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組裝佈置很可愛 後面也是一隻大的這個雪衣的小孩 這牌子叫做Mancreyer 敲跑 往上 來Prada的惡魔 Prada在這邊 一個藍色的一個剛紅色 有男生的東西 這邊有一個落地窗 你去看一下 還好說實在我沒有什麼夜景之類的 前面就是那個市貿中心做成一格一格 高檔的這個餐廳 在這邊 在這邊開 一般都在美食街 單獨 獨獨的一個 在這個地方 賣Prada Dio 這邊 開一家店 吃的 我們再往上看一下 又是一家Prada 隨意鳥地方 隨意鳥地方也是一個很知名的店 這邊嗎 嗚 那這邊好像就 一個圓圈就到這邊為止 然後另外一邊我看一下是不是可以透過去 喔沒有大概就是從剛剛比較大的那個 大概還插一層樓下面那個大的廣場 空中的廣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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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不知道哪一家飞机公司还是什么,还是什么的 Want to be a pilot? 一日飞行员体验 它不是专门,是哪一家飞机,哪一家的台湾公司 就是让你进去看一下它的仪表板,Cupit 就是这样子的 LV LV Blueberry Mikimoto 它这边比较暗,但是它利用这样暗的环境会做一些 它们各个商店的光影的设计 像这边那个Mikimoto就有这样子的光柱 还有上面的话 在那个 天花板的边缘,就做那种 间接光 一个凹槽,然后里面有光 那上面的话就是自然光 把这根结构住 然后Blueberry它是做的很有趣 我们往外看 它就是等于是制成一个建筑物的感觉 它在它的门口就做这样一个 深色的一个 还有深色跟黑银色这样子一个装饰 然后往上的话有自己的这种 101的特色,那种绿色玻璃 所以感觉Blueberry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101一样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些空中的造景 塑胶的,塑胶花 那DEO它就自己就是弄的 哦,一个箭 一个背后的LED吧,这种 它没有很刺眼,但是也有这样一个 有点复古的那种颜色的感觉 正面来看这样子 然后Prada的话,它就是变成这样而已 每个一小洞一小洞的感觉 三洞四洞 后面是有miu miu 我给你走 所以在床面上过去 哦,本来可以走 好,不错 那边还可以走 所以当他床边爪过去 嗯,這根啦,從L.O.V.那邊走過去 看來人家在拍照,有的沒有自覺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建築物 拿給各位看,滿漂亮的 看來人家在拍照 怎麼回事?喵喵 以前那個朋友喜歡這個廠牌 來,你要結婚嗎?你要拍照嗎? Tiffany,滿足你的需要 鑽石墊 他們這個店,我看一下 我覺得每家店都是在門口都是要一個男生 有點像保全的感覺 但有些店比較像是女生 女生比較專屬的 但是總是 面對的門就是一個男生站在那邊 不過想他也是他們的 要求吧 因為 門口有人進來,馬上就要招呼 所以應該是他們公司的要求 這個造型很漂亮 很順眼的這種 黃光 這種 光色的方面 穿著 不客旦 那一則中國的 沒有人 非常有眼明 無問題 我們來自一個移民 我自己以前有修保石學 所以對保石方面是覺得還好 因為保石在每個人的定位不太一樣 有的是財富有的是價值 有的是喜歡它光影的反射的漂亮的感覺 我們修保石學畫主要就是在鑑別這個保石 不過我們那次學校教的選修課 所以沒有說很專業的一個介紹 然後老師也沒有太多的Sample可以讓我們來看 真的假的我們比較 老師沒有那麼多真假的可以讓我們來做辨別 不過有些我們從它的清水性 表面的清水性、清油性 然後你再加上你的做一個秤重、密度 體積跟密度的一個 一個那個 體積跟重量算是密度之後 可以來估它的 這是不是符合它這個礦物的特性 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謝謝 中文字幕——YK